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周五于东京举行的亚洲未来论坛上表示 中国将能够克服房地产行业的危机 并强调中国的经济增长、贸易和投资是稳定的 我们需要保持乐观 周小川在论坛期间接受日经亚洲和东京电视台独家采访时表示 周对政策调整将结束房地产行业的危机充满信心 我们将克服现有的困难 他说 周表示 全国的建设需求依然坚挺 农村地区需要建造房屋或铁路 在1999年之前 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住房和土地 多年来价格一直非常低 但后来价格开始根据市场原则波动 我们经历了一段房价快速上涨的时期 这可能表明在该领域的投资过多 周说 据周介绍 中国决策者正在从日本汲取经验 后者在经历了房价飙升期后 经济陷入衰退 中国的廉价工业产品出口 如汽车和钢铁正在激增 导致与全球贸易伙伴的摩擦 在新投资之后不久 产能可能会超过需求 这种轻微的产能过剩是正常现象 周说 当某一行业的产能过剩普遍存在时 根据市场规则 公司将减少生产和新投资 然而 周对绿色科技持有不同观点 支持者认为绿色科技将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他表示 该行业还远未达到产能过剩的地步 并补充说需要改进生产设施以扩大环保相关市场 周还表达了希望中国、日本、韩国和欧洲合作 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环保相关市场融资的愿望 5月6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讨论中国大量生产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的问题 习近平强调中国新能源产业丰富了全球供应 缓解了通胀压力 并认为他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贡献 习近平坚持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周似乎也持相同观点 周小川曾在2002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央行行长 他因推动人民币的发展而被称为人民币先生 他为人民币引入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 并扩大了商业银行在设定利率方面的自主权 他还推动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已上市 自从1月22日以来 追踪国内外上市中国股票的MSCI中国指数上涨了26% 这是中国股市自2月2021年高点以来首次在4个月内跑赢全球基准指数 这使得2024年中国股票市场的牛市成为全球市场中的一个大惊喜 尽管多个因素在起作用 包括第一季度的强劲增长 低估值和中国股票与美国债券市场的弱相关性 北京更有力的措施来遏制房地产市场危机 对市场情绪的改善贡献巨大 根据5月22日美国银行的报告 自4月中旬中国股市反弹加速以来 房地产股和互联网股共同推动了这次复苏 政府决定比投资者预期的更紧迫和更全面地解决房地产危机 从而带来了显著的收益 5月18日 高盛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住房市场的持续恶化突破了政策制定者的承受底线 推动他们加大住房宽松力度 将战略重点转向消化现有库存 上个月 70个城市的新房价格 按月和年率计算 均创下至少10年来的最大跌幅 5月17日公布的一揽子措施包括 将首次购房者的最低首付比例 降至创纪录的15% 并取消全国范围的按揭利率下限 这一措施还提供了减少住房库存的框架 中国央行将提供3000亿元人民币 约合410亿美元的廉价资金给国有银行 以便他们向地方政府选择的地方 国有企业提供融资 支持以合理价格购买未售出的房屋 素已对中国持悲观观点著称的野村证券表示 北京在结束史诗般的住房危机方面 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并将成为最后的建设者 尽管关于这些措施的执行和有效性存在严重担忧 但更大胆的政策回应传递了一个信息 即稳定房地产市场是政治优先事项 政策支持现在成为中国市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银行5月14日最新的亚洲基金经理调查显示 更多投资者在政策宽松的迹象中买入中国股票 而不是采取观望态度 南华早报评论认为 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进一步的宽松措施是否足以维持房地产股的反弹 尤其是考虑到过去一个月的戏剧性涨幅 在5月22日的一期关于中国的播客中 摩根大通指出 由于过去几年的连续冲击 投资者仍将中国股市视为有罪直到证明无罪 鉴于市场情绪的改善程度 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然而 显然的是 对房地产市场危机的更有力回应提高了预期 并将住房活动数据置于更严格的审查之下 分析师和投资者 对帮助减少住房库存的在贷款计划规模较小 感到失望 去库存计划 仅适用于已经完工的未售出物业 对大多数项目尚未完工或延期的困境开发商帮助不大 野村估计 为确保预售 但未完成房屋的交付 资金缺口约为3万亿元人民币 另一大主要担忧是计划的执行 因为风险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和已经财政紧张的国有企业 购买的未售出房屋只能作为公共住房出售或出租 目的评级在5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称 鉴于去年一线城市的平均租金收益率仅为1.4% 尚不清楚公共住房单元的租金收入是否能覆盖地方政府的债务服务和运营成本 尽管如此 北京宣布的需求测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应有助于在未来几个月内稳定销售 类似于政府在2023年8月降低首付款和现有按揭利率时的效果 美国银行指出 本月早些时候新措施宣布后 主要城市的房产看房量显著增加 标普全球评级大中华区房地产和企业集团董事总经理兼分析经理卢瑞表示 硬从整体上看待这些宽松措施 这标志着政府立场的重大转变 从限制转向直接刺激 卢说 中国股票的复苏仍然脆弱 房地产股是企业盈利增长的最大拖累之一 如果没有房地产市场信心的实质性改善 尤其是在购房者中 以及减少库存的可信解决方案 房地产股必然会恢复下跌 赌注很高 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将鼓励主导在岸股票交易的散户投资者购买股票 为更广泛的反弹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这就是为什么北京更有力的政策回应 虽然只是影响情绪的几个因素之一 却为中国股票提供了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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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